西游中 悟空有难为何不向自己大哥求助 这两点很关键 现在社会中网络文学小说非常多 女生喜欢看的穿越言情等书籍层出不穷 男神看的玄幻修仙的小说也非常多 看小说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打发时间最重要的方法 但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有看过四大名著了呢 西游记就是这其中的一本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西游记啊 这个我熟 从小看到大的 不需要重温回顾了 但你真的了解西游记吗 就像《红楼梦》一样 西游记也是每多读一遍就能多一点感悟 西游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悟空 不管是刚开始贪生怕死的猴子 还是后来大闹天宫的大圣 不管是被关押在五指山下可怜兮兮的猴子 还是取经路上威风八面的大圣 我都喜欢 他的取经路一路走来是有成长的 而且这个成长我们能够看得见 看西游时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大闹天宫时威风凛凛的齐天大圣 在取经的路上却一直受气呢 难道是因为他的功力退化了 或者取经路上的妖怪太厉害了 都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妖怪是有后台的 西游中没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悟空一棒子打死了 但对于有后台的妖怪 悟空就只能找他们的后台了 不然直接打死的话不太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取经的道路上 悟空动不动就上天求助 诸如黄梅老怪青牛精这样的妖怪 孙悟空邀请了很多帮手才最终收服他们 不断找人帮忙难道悟空就不厌倦吗 他是疲惫的 但他不能放弃 要想取经就必须要克服重重障碍才可以 还有人会问 悟空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哥吗 为什么不找他求助呢 他的那个很厉害的大哥就是镇元子 没错就是家里有人参果树的那个 他帮助镇元子救治了人参果树 所以镇元子就跟他结拜了 既然是结拜兄弟 那有时喊大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其实不是的 悟空之所以不找镇元子求帮助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 镇元子跟悟空之间的结拜并不单纯 镇元子自己就能够救治他的人参果树 但他却偏要孙悟空去求人才放他们走 其实这是佛教和道教之间的一种博弈 悟空就是中间的那个牺牲品罢了 如果不是悟空有用 镇元子会看他一眼吗 不会的 所以这是悟空不愿找他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 找他来也没多大用 虽然镇元子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他也不能上来就打死这些妖怪 毕竟他们都是有后台的 如果他不能直接解决问题的话 那请他来也没什么用处 所以悟空不愿意去请他 这两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悟空清楚地明白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所以他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加上取经这件事是整个佛教的事情 跟镇元子的道教没什么关系 虽然跟天庭也没什么关系 但作为掌管人间的天庭 始终不能脱离这个环境 所以天庭也必须要帮助悟空 而不管怎么看 这件事都跟镇元子没有关系 所以悟空才不会去找镇元子啊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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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